我让赵铁蛋当我的秘书 你说他是我的秘书 是不是应该跟我形影不离 对呀 是吧 老得跟我在一块 对呀 对不对 就是人家请我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赵铁蛋献给我一束玫瑰花 关键时刻他咔嚓 他拍个照片 发朋友圈了 你说他得瑟不得瑟 赵铁蛋也有问题 大老爷们给你送什么玫瑰花 你送两个烤腰子多实惠 他不有毛病吗 但是我跟你说 顺芬啊 这点也得说说二米 什么的 瞎嘀咕吗 大老爷们给你送个玫瑰花 他在干什么 想什么呢 就是嘛 这点是不如你大姐 你看我媳妇 我出去干啥 从来不怀疑 心中的光广 大姐是一个懂道理的人 二米粒不一样 接着邻居都了解他呀 他属驴的 他提人的 没事 你别看他对别人这样 他对我还行 我妈咋妈咋他 他还是很舒服的 知道吗 大姐夫 我听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我今天过来啊 到屋叶找你 就是求你办这件事 你说 你为了让我过好这个年 一会儿你见了二米粒啊 你就说这个赵铁蛋 是你的人 你让我这么安排的 那这不是说瞎话吗 你让不让我过年了 行了行了 看你那个样吧 行 我替你扛这个雷 好不好 我就说这个赵铁蛋 是我的人 你的人 我让你安排的 你让我安排的 好 放心 谢谢大姐夫 陈顺芳 哎呀 哎呀 你个小铁蛋 你怎么都挺坏呀